雲林縣二輪鄉有農民從澎湖帶回種子 種植了大約是一分多滴的高麗菜 由於品種很特殊 每一顆都長得碩大無比 至少是種達了二十台金 堪稱是巨無霸 非常罕見 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好奇民眾來圍觀 甚至有人買了之後 差點塞不進後車廂 菜園裡一顆顆高麗菜 頭好壯壯 快頭超大 堪稱巨無霸 大概是一般高麗菜的十倍大成年男子 雙手環抱才拿得起來 重量至少都有二十台金 不少民眾沒見過這麼大顆的高麗菜 感到相當新奇 紛紛跑來拍照 從來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那麼大的 就是覺得很有趣 才停車下來看一下 然後去給老婆說 我們有那麼大的 可以煮幾天火鍋 可能要吃一個禮拜 種出巨無霸高麗菜的是 雲林二輪鄉高麗菜農料先生 他當初有朋友從澎湖 帶回巨無霸高麗菜種子 一開始想說種好玩看看 沒想到種了五個月 還真種出巨無霸高麗菜 巨無霸高麗菜因為體積大 所以間隔距離較寬 一分多的土地面積 產量才總共八百顆左右 價格也不便宜 菜農年前賣罕見高麗菜 賺紅包 就看民眾買不買單 記者方中成雲林報導 以阿兰 箱秀 姪